欢迎请所定1400说新闻 我是黄斐鱼 新闻首先来关心的是台北市卫生局 公布了美国反台确诊者 它在台北的足迹 包括它有搭客运1881 自强号 举光号 以及普悠玛 还有捷运跟公车 而这些大众运输工具 目前都已经完成了清销 好 马上来看疫情指挥中心的记者会 好 我们各位媒体朋友们 大家午安 好 那谢谢大家 今天持续来参加我们的记者会 今天我们还是由陈指挥官来亲自主持 那我们的副指挥官 以及社区仿制组的张云祥副组长 以及医疗影片组的罗云军副组长 以及我 也都在会场上来回应各位 那首先呢 我们还是先请我们的指挥官 跟大家说明一下 目前的疫情的状况 以及我们工作的情形 好 各位记者女士先生大家好 大家午安 还是跟大家先报告一下今天确定的病例 那本土的病例有三例 本土的病例有三 三例都不是在区隔期间的了 这边这三例都在台北新北市 那境外移入的有五例 那结果的情形 这百分比是92.6% 92.6% 那这三例本土病例 有一例已经知道是有感染源有关联的 那两例关联不明 那持续做疫调 然后第二个 昨天施打疫苗 它是高端的最后一天 总共施打98,909剂 所以现在的接种人口的涵盖率是42.63% 基氏人口比是46.38% 那整体的施打率高端 从这两天跟大家都报告下 到昨天 稍微的就是 前天8月27号的接种率是81.5% 8月28号是77.2% 那8月29号目前还低 因为这还有一些数目还没进来 不过 约率也不会超很多 所以1 2 3 4 5 6 7 这7天 7天以来整体 这个高端的接种率 是如果设算下来是86.53% 是86.53% 所以它约率比我们前 前几波的施打疫苗的 施打率 都有稍微低一点 但也不算低的太多 以前大概都9成左右 那这一次 到86.53% 反正是86.53% 1 6 0 6 6 这个机师他的一个匡猎者的裁检的情况 那还有两位带裁 那其余在26位里面已经验了24位 那都是阴性 那根据航空公司的一个报告有检视 他在境外的相关的旅社 那旅社也是合格的旅社 那他的也没有什么外出的接触 也不当的接触都没有 不过详细的原因我们要持续的在调查 基本上在我们的社区定点的加强监测的计划 前两天跟大家报告有5个计划 一个是血清的检查 一个是定点的 的监测 那有一个是冷冻食品的XX 还有这个下水道 这污水的一个检查等等的 那社区定点加强监测是我们其中的医药 那在这里面他的那个 就是那个参与的诊所是本来的全国定一 定点 医药监测是 总共有82家 那基本上也不是说叫大家赶快去 在那一边的时候 如果在医事判断有需要 他就会发给这种家用快篩的试剂 来做裁剪 如果想要知道是哪些医疗诊所在做的事情 那下面有一个 QR Code 那扫下去就有宣布的一个名单 那领了试剂以后 那配合因注意事项的说明内容 尽速的裁剪 然后到线上填写试剂领取诊所名称 及快篩的结果等资料 那当然如果是快篩结果是阳性 那当然要社区裁剪院院所做进一步的PCR的检验 好 那我们今天先跟大家报告到这里 那有问题可以提出来 来 请 中时 这边两题提问 首先第一题是 高端疫苗被爆出受试者同意书上有排除19类的对象 但是卫福部却只有公告排除怀孕妇女等两项 有学者就认为为明确告知民众就开打 控损害民众的知情权 想要请问指挥中心怎么看 第二题是想要请教 郭台铭提预加购3000万剂 BNT给明年做准备 如果原厂有为台湾保留 指挥中心会加购吗 当然 整个采购疫苗 需要一些的程序 还要看看这整体的量 还有明年的一个需要 那若以单纯就是说要打第三季的话 其实我们现在的量是够 不过我们也不排除 因应可能一个供货或等等的相关的问题 我们会买的比我们所需要的还要更多 方向应该是这样子 然后第二个大家要清楚就是说 其实每一个 这个临床的试验 他都从临床前到临床的试验 那都根据一定的法规 那国际也都有相关的一些法规 大家都这样的遵从这样做 那另外一个大家常会有一点 就把这个关键有点扭住了 就在实验被排除的对象 并不代表这些是禁忌症 实验的时候 他为了在做人体试验 能够让他的结果能够清楚 那受其他因素干扰的越少 那这样的结果 能够比较 能够做一个公正的一个评判 可以作为公正的审查 所以实验对象的排除 并不代表这些人不能打 只是为了让实验的设计能够更具公平性 那更具一个更 可以解读所以他一定会有排除一些 那所以 刚才在问就 其他的 其实像AZ 朗末的那边 其实一样 他们在实验设计 一样是排除了相当的一个 对象 那这些对象也不会列入他接种时候的 一个经济症 或者不能够接种的一个对象 来 你好 东森提问 我们想要问一下 因为台铁有观光列车 像是明日号等等要重新起航 那想询问观光列车的 部分 什么时候可以开放饮食 第二个要问有很多专家 开始建议说我们应该要拼第二剂的覆盖率 那么因为现在要进来的 可能是BNT 那么会开放BNT疫苗来混打吗 谢谢 这个BNT或者MRNA跟 AZ疫苗的混打 基本上专家是认为这样的方向是可行 可是什么时候开始要实施 或者要对象群 那可能要根据我们进 进来的一个货 货量 然后做一个考虑 然后第二个就是说 疫苗的量就是一定 所以他打出来一定是这样 技次人口比 那技次人口比里面 那到底要分配在第一剂多 还是第二剂多 还是两边一样多 那在我们再三的解释说 打了两剂 当然有 增长的效果 但打了一剂 它就有一个基本的保护 所以我们希望是能够把第一剂的涵盖率能够 把它弄 把它就是能够涵盖的多来 然后再把第二剂的 再来补足 光列车可能交通部有这样的一些相关的规划 不过闻都还没到 我这边来 不过我知道他们已经有相关的企业了 那部长你好 想问一下 郭台铭有谈到说 未来会恰购三千万剂的BNT 那么未来指挥中心会就是接手 说和BNT谈之后恰购的事情吗 那第二个其实有问说 就是其实我们都已经有部署次世代的加购 加购次世代的疫苗 那请问我们未来的话 打算是规划加购多少 因为好像目前已经有定 明年有两千万剂 末端 后年有一千万剂 那有没有其他厂盘 其中会没有包含国产的配额 最后想问一下是因为接下来就要开学了 那目前停课标准是 整间学校有两个人确诊就要全部停课 但是新北市长侯友宜认为 因为中央要重新拟定停课标准 因为像是昨天的三峡群聚案 就一个家庭就有很多个小孩 可能都就同一个学校很容易就打标 但他们都是旧案CDG大于30 比较没有传染力 所以想说这个标准是会重新来拟定 第一个当然就是要买多少疫苗 还是要看看国际现在第三季打下去的一个情况怎么样 那目前是已经有订购莫德纳2千万剂 那这个基本的如果打第三季应该是够 那不过其实疫情一直在变化 它的需求 也各有不同 那我们现在是希望能够买更多一点 那不同的产牌把这个风险能够分散来 那第二个学校停课标准不会订 不会改 那当然 停课了之后可以根据后续的一些检验的情况的了解 那再来判定是不是要赶快来复课 因为你验出来的时候CD值很高 但到底是新传染的 那还是旧传染的 你在第一个时间是没有办法判定的 可以你第一个时间如果没有先停课 那等到变成了一个群聚 那恐怕就来不及了 所以那样的规定仍然会照着原来的规定去做 但是把案子研究清楚之后 如果确实是没有造成学校或社区的一个威胁 那及早复课那是可以的 那个未来会接手 就算别人提议 谈未来恰够的事情 我们一直都在谈 一直都会在谈 部长好 三立提问想问一下北市的个案案16087 这个美国回来的个案 他有没有做基因定序 那有没有结果那是不是有感染这个变异株的状况 然后第二题是想请教就是说国际航空的机组员打完两季只要自我健康管理7天 但是有机组员是为了保险起见怕回家传染给家人 所以希望可以住在跟航空公司配合的饭店里面 但是因为被拒绝 因为理由是要依指挥中心的规定 只限符合居检的组员可以入住 但是像这样的组员他们自我就是管理比较严格的话 那是否可以更改这样子的规定 谢谢 好 那有没有基因定序 应该是还没有 目前还没有出来 这两岸都还没有结果 我们有做 有做 做了就会在隔天或当天的记者会前 已经知道结果就会跟大家做说明 那你刚才那个个案的情况 就是说他是要能够自我管理的更好 那其实确认是这段时间对机组员的要求也很多 那会跟航空公司讲 在怎么样能够在照顾员工的立场 尽量能够保护他们 让他们方有方便又安心的 一个方式 那一切 想请教一下刚刚提到就是说三辖家族群聚案 验出的CT值比较高 研判感染可能有段时间 那新北市长侯友宜就建议 类似的就案例越多是不是要有新的思考策略 另外一提是说传出有一名大学生应征牙医助理 结果他造成两剂打完两剂莫德纳疫苗马上离职就让人怀疑是不是应征目的为了打疫苗 想问这种状况是不是之后有什么样的资格限制吗 谢谢 我相信这样人不会多了 当然如果人数比较多我们当然会想办法 但是我想任何的办法 比如说工作要一段时间之后才能打 那可是就会伤害到一些真的想要服务的人 工作一段时间他又列在这个风险里面 所以我们呼吁大家真的要工作 才那个 才到里面去应征才工作 这是要做一个 风险的管控 并不是让大家来做这样的一个 当然我想不见得是一定走后路的行为 但是不要这样 但是要加强 除非太严重 要不然不会去做加强的管理 然后刚刚另外一个是什么 我说那刚才不是已经答过了吗 就这些高CT值是什么样 你还是要经过相关的一个研判 比如第二次的一个 採检或是血清 这抗体的採检的情况 那综合做一些评判 那学校大概要停课标准 还是有阳性的 就一般停 那两个以上就全校停 那当然 如果最后研判出来的结果 对学校的风险极低 或者没有 那情况当然就会及时来复课 谢谢指挥官 这边新唐人提问 就是日本有发现 莫德纳疫苗有受到污染 那我们昨天下午也有一批莫德纳疫苗进来 那针对这批莫德纳的检验封建 目前 情况会是怎么样呢 会不会特别针对 疫苗受到污染的这部分去关注他 谢谢 好 那 这批 这批他应该批次跟日本的相关是无关 但是 我们每一批进来还是要做检验封签 那检验封签不管是从 外观 内容物 酸碱度 那细菌的培养等等 都会完整的来做 那如果检验合格 那才会预与封签 然后再出来使用 部长好 想请教一下高端疫苗昨天的不良事件通报有几例 另外想请教新增境外移入当中 有一例他从泰国入境的有施打过疫苗 不晓得他算不算是突破性的感染 谢谢 境外移入的这一例 他只有在7月中的时候接种过一剂的科兴疫苗 那所以他只有一剂嘛 所以不会是符合突破性感染 这个保护力还没有 足够形成 其他4例都没有接种过这个COVID-19的疫苗 不良事件的反应 在27号到29号之间有新增的 就是这边有新增的120例的疫苗接种后不良事件 那其中有610件是非严重的不良事件 那死亡有8件 其他 疑似严重不良事件是52件 那这8件死亡里面 有这个2例是A疫苗接种后发生死亡的不良事件 那年龄是在 4岁到69岁之间 那是疫苗接种后的 2天到11天之间发生 那另外同期间新增4例的 Moderna疫苗接种后 发生死亡的不良事件 那年龄是67岁到73岁之间 那是接种疫苗后 38天到50天之间发生 那另外同期间有新增 2例是高端疫苗接种后发生死亡的不良事件 那年龄是40岁到46岁之间 那是接种疫苗后 2天到4天之间发生 所以这个我们的记录目前高端就是6例 6例接种后的死亡 这都已经报告过了吗 这边带中视两题请教 首先想要问一下 国民党团兼质疑高端临床 试验计划主持人黄立民与邱南昌 以及民进党前不分区立委林靖莹 同是这个VICP的成员 想要问一下这样 是不是有球员兼裁判之嫌 审查高端的案子时是否需要回避 第二题是想要问一下说 捷克捐赠的3万剂莫德纳 是不是与日本混入义务的这批莫德纳是同一个生产产产出产的 我也知道批次是不一样是不是同场 日本的这部分的批次 那个批次全部都是送到日本 那个批次总共大概55万机还是多少 那跟国内的这或其他地方的都是都不一样的 那那个几个委员 有想高端的吗 那个委员的部分的话 我想VICP的部分 跟ACIP一样也是遇到如果跟他直接利益冲突的案件的时候都会进行回避 那他们有没有 目前他们在审查的部分的话应该还没有审查到还没有审查到这个高端的案件 好 来 部长想请教一下郭董有说首批的BNT能在9月中秋节前后的时候分批到货 那有提到说11月的时候每周大概会有七八十万剂的疫苗会抵台 那疫苗计量这么多到时候有没有考虑说呃不一定会照着从第一类往下打 而是开放更多的族群可能一次开放十类来做接种 那另外一个问题是有民众打完高端之后头皮刺痛呼吸急促 左胸脑海左胸也痛然后要送医 那医师是跟他讲说初步判定可能是跟心脏有问题 或者是疫苗引起的不适 那想请问这类的情况也可能会发生在打完高端后的副作用吗 谢谢 等一下你们回答好了 那是 先回答那 呃 这个应该是说在台中的这个个案嘛 台中个案他是在 这是三十几岁的女性 那是在8月27号有接种高端疫苗 并没有不舒服的情况 到29号下午5点多 那出现全身抽搐 双眼上吊 主数是心跳快喘不过气来 那家属是有送到医院急诊 那到院后的这个意识 意识清楚生命经济真相也稳定 那心电图跟抽血检验都没有明显异常 那有经过急诊的流关 症状环节在今天上午其实已经 离院返家 那下午还有在联系 今天下午还有在联系 那目前状况是良好 所以到底是不是 因为 他的疾病的诊度到底是什么 可能还要再做进一步的一个了解 那是不是跟这个疫苗有关 那当然还要再做进一步的一个 一个调查 那至于疫苗 当然 BNT也好 任何常办疫苗 但在看他的进货量 来做适当的安排 那我们现在也知道 在年轻人 大家都非常希望能够有这机会 赶快能达到疫苗 这会列入我们重要的考虑 部长好 三立第二次提问 想问一下就是说现在疑似因为疫苗死亡的这个解剖的案例 并没有商验血栓并且老板低下症状群这个项目 想请问就是说没有列入的原因是什么 还有目前就是 有通报疫苗过后死亡的个案 有没有有多少人获得赔偿了吗 谢谢 有关这个法医 就是说有关这个解剖之后 那个发现还有是不是要继续的一个 做这个调查的部分 那法医研究所前几天应该是有发过新闻 然后会针对这边 会针对有需要的话会就去做 这边并没有说 没有做 这个可能 要厘清一下 那有关这个VICP的部分 我上个礼拜问是说 目前有关COVID-19的部分 目前应该是说有开始在做这个调查 那这个目前还没有个案就有审查完毕 国内在今天新增的三例本土确诊 都是在新北市 那么今天是没有死亡的个案 针对高端疫苗呢 在临床实验的时候排除19种的对象 但是卫福部呢就有公告排除 怀孕妇女等两项 那么刚刚指挥官陈时中也做出解释 他说实验的时候呢 被排除的对象呢 并不代表这些人是不可以打疫苗的 更多内容锁定TVBS脸书粉丝团和YouTube都会有疫情中心记者会的全程直播 大幅度的一个改变 有关疫苗的好消息呢 首批大约200万剂的BNT疫苗即将抵台了 红海创办人郭台铭呢还在脸书说 11月之前呢每个礼拜都会来七八十万剂 一直到年底前有机会让台湾可以进账900万剂的疫苗 红海有林基金会台积电 实际合购的1500万剂BNT疫苗当中 几天后将有200万剂应有复弊胎标签的会抵达台湾 除此外郭台铭更在自己的脸书透露了疫苗好消息 这篇郭台铭报告说疫苗供应不断炼 有备无患剩余量除未入 除了即将到的200万剂 郭董很高兴表示大家合作下抢到这批疫苗 再来还有客制化标签的BNT 也就是没应付弊胎的能在9月中秋前后分批抵达 目标是11月前每周七八十万剂抵台 目前也已经被承诺 今年到货数量大约是八九百万剂 再来还要加把劲协商 后续数量能顺利完成 让台湾各年龄层有机会施打 越多选择越好啊 就是不用一直打同一种或是黑魂打这样就好 毕竟各国还饱受Delta威胁 台湾疫苗当然越多越好 尤其让大家自己选 过去在AZ莫德纳高端三种中 莫德纳登记人数最多 八月二十一还有199万人非他不打 而BNT开放登记后 只剩92万人坚持莫德纳 被说是百万名铁粉跳船 BNT登记人数也达299万 不少民众陷入纠结 自己到底适合哪种疫苗 有些早在7月19前登记AZ的 至今还没达到的三四十岁族群 反而无法跟其他人在同时间加选BNT 得等第七期AZ预约时间 8月31 12点结束 也就是确定自己放弃资格 至少等到9月11才能登记BNT 但又怕到时量不够怎么办 好家在郭董脸书也透露 除了今年BNT被承诺八九百万剂 明年也有3000万剂的谈判空间 苏贞昌强调除了BNT 台湾也有买大量莫德纳 旧盘再来COVID疫苗能更重遇 DVS新闻刘玉智 里面也台北报道 苗林也满满飙车闯红灯 把一名正要去上班的 21岁无性女骑士撞成重伤 最后是伤重不治 死者的家属悲痛不已 他的表哥制作影片控诉嫌犯 也感叹类似的事件 一再重演 希望社会可以关注 一张张无性女骑士 从小时候被抱在家人手上 一直到长大婷婷玉立 正要展现青春年华时 却在21岁遭到一辆野马撞击 被迫结束生命 家人将悲痛和愤慨 透过影片呈现 影片中乌爸爸深深叹一口气 感叹原本温馨家庭遭到无情拆散 也叹类似事件不断重演 更想问为何这个破网 这么久还存在 家属也控诉肇事的野马男 22岁的夜系男子被逮后 各种脱续反应 都让他们感到受辱 也希望他们的亲人是最后一个 但内心都知道不可能 只求社会可以还给家属一个公道 将近三分钟的影片 真切又令人心痛 这个社会依旧这个漏洞 依旧存在 任何的措施去补救 希望借由表妹的事件做个影片 然后第一个当然是 希望可以为表妹讨的通告 去引起这些社会大众 对这种事件的重视 那表妹的牺牲 可能就不是那么的白费 无形女骑士发生意外 将近两个礼拜和死神搏斗 在8月27号炫告不治 家人希望他不痛了 好好休息 当个快乐的天使 下辈子继续当亲人 天背顺皇国军 谢古今罗欣苗栗报道 今天中午呢 有一辆货车经过国道 79.4公里 关系路段的时候 突然起火燃烧 幸好驾驶有及时逃生 想请交给乔伟刚 好主播画面上看到 车道上飘起浓浓黑烟 一辆小货车燃起大火 整台车都被烧得焦黑一片 警方赶紧架起三角追 要车辆别靠近 现场味道好难闻 因为车上的塑胶制品 全被烧光 今天中午12点多时 在国道北上79.4公里处 关系交流道附近 发生一起货车起火意外 驾驶载着6万多块的塑胶植物 和公司价值约3万多块的笔电 都被大火烧毁 驾驶表示 当下感觉车后热热的 察觉不妙 赶紧将车停在国道路间 过没多久 车辆就从后方烧了起来 赶紧下车逃生 目前火势已经扑灭 货车驾驶也只有头发 被轻微烧到 没有大碍 但期货原因还有待厘清 以上是为您掌握情形 高雄前今发生了一起命案 有一对夫妻呢 被儿子发现成尸在住家 离奇的是 住家的门锁呢 并没有被破坏 妈妈却是倒在一楼客厅 后脑勺有疑似 敲击的痕迹 而爸爸则是 沉湿在四楼 深夜一到透天错 周边拉起封锁线 见识人员进出财政 因为屋内对夫妻 被发现 沉湿屋内 夫妻党沉湿透天错 其中太太被发现 倒过在一楼 而且她的后脑勺 有敲击的痕迹 事件发生在高雄前京区 8月29号晚上11点多 夫妻党儿子因为两天 联系不上父母 回家查看 结果发现 妈妈倒卧在一楼 而爸爸则是在四楼 想不开 但警方初步查看 大门门锁 没有外力破坏 不排除是加工 有小孩住在一起 可能后来没有 我不知道 因为后来的时候 几乎都看到阿姨而已 阿姨还蛮仁慈的 先生也蛮 蛮喝泪的 就是会定讨 跟太太人很好 跟太太人很好 我跟太太人好 我跟在山坡 在文童呢 邻居听到消息 都相当惊讶 因为最近没有听到 两人有争吵 而且四岁的灵性妇人 跟七十五岁的庄姓老翁 两人结婚多年 育有两子一女 太太在市场卖衣服 先生在外地做推拿 因为工作关系分局多年 今年三月 因为先生腰受伤 回到家里来 太太也陪他散步 洗洗澡料 邻居眼中 两人感情相当好 没想到发生憾事 上午检察官进行相宴 只是到底妇人死因为何 目前警方在一楼厨房 找到一只沾有血迹的锤子 而妇人诚实在一楼客厅 但上面的血迹是否是妇人的 检察官还要再赴宴 而他们两个住在外地的儿子 赶回来处理后事 神情相当哀气 难以接受老父母 就这样没了 到底夫妻两之间 发生了什么事情 监警还要进一步追查 厘清真相 提片新闻 林一帮流旋 高雄报道 张华有一名毒品通气犯 躲回家中 被远警发现 上门去抓人 没有想到他情绪失控 拿出菜刀就乱灰 有一名远警被划上了后颈部 左手也被咬伤了 幸好没有生命危险 单性嫌犯被远警 带上手铐押解会派出所 他弯着身子模样狼狈 但在被逮捕之前 却完全不是这一副模样 救护车赶到警方抓人现场 一名便衣远警 用手捂着伤口坐上救护车 我记得是太刀 太刀 他的后颈部被菜刀划伤 左手臂也被咬伤 紧急送到医院治疗 而这一切都是这一名 沾性通气犯做的 这边 这边算是撕裂伤 造成撕裂伤 以及我的左前臂这边 这边是开放性伤口 28号晚间10点彰化 永靖派出所远警 趁着沾性嫌犯躲回家 上门抓人 一看到警察 他立刻拿出菜刀乱灰 混乱之中 张姓远警上前制止 不慎被他划伤 扭打时还被他咬住了左手臂 最后两名远警合力 总算将他制服 需要做埋伏守望 都会着便补 以免这个身份曝光 那我们有表明警察的身份 所以这名通气犯 就是菜刀拒捕 张姓远警警部刀伤 长约三公分 没有伤到动脉 没有生命危险 而挥刀砍人的嫌犯 除了原本毒品通气 这下还得以伤害 妨碍公务等罪名逮捕 移送法办 TV新闻 陈志忠 张华采访报道 好 昨天消息发生 在2017年震惊台湾的 义饮道理案 主贤安德鲁 被判刑入狱之后 今年1月的时候 刑期已满 但是他未能缴清 50万的罚金 服完劳动役之后 就在今年出狱了 而移民署也会依照规定 将他遣返出境 好 另外再来关注的是 用电安全 在新竹28号 清晨一间民宅 突然发生火警 还波及了四户住家 火调科人员回到现场 发现起火点是在厨房 一查发现 其实就是电锅插座上 累积了太多的油渍 造成了鸡屋倒点 整间烧得红通通 冒出团团大火 铁皮屋挡不住火势 蔓延到隔壁四户住家 其中两户发现火灾 警报器大响 才知道出事了 赶快通报119 警销立刻到场 布水先灌旧 幸好屋主跟邻居 人都平安无事 厨房一片焦黑 连天花板都只剩下骨架 新竹县新普镇这间民宅 28号凌晨突然起火 原本以为又是典型的瓦斯炉 丑有烟机没关 结果火调科人员 一查之下才发现 凶手竟然是他 就像这样插一半 也许民众想说有通电就好 但其实长期下来 中间的空隙容易击灰尘 插头变成一颗不定时炸弹 之前也发生过类似火警 宝山厢某个员工宿舍的 一楼餐厅也是突然起火 后来发现是二楼房间的插座 实在是太脏了 还有在新丰箱 一间学生套房的阳台 脱水机插座受潮 接触不良 造成机污倒电 但其实消防人员也提醒 就算定期清洁插头 整排插满满 其实也超危险 会造成功率太高 过热就容易起火 电气用品 使用上处处都是学问 毕竟谁会知道 一个小电锅的插头 差点把整间房子都给烧了 TVBS新闻 陈世民 吴玉亚新竹采访报道 好 这个家乡味 却引爆了猪瘟危机 在台中专情队 在太平一家越南店 查获到了来路不明的肉品 这个老板娘还说 是买来自己要吃的 没有标签 没有标示这样 台中警方在越南商店 冷冻柜里 查获来源不明的可疑肉品 我买来吃的 不是买的 就是 不是买来吃的 店家称是花了250元 跟同乡买来要自己吃的 不知道有违反规定 不只台中 云林最近也有商店查出 从越南来的猪肉制品 就怕会带来非洲猪瘟 有疑虑的肉制品 也都送去采样检验 越南越南检出 非洲猪瘟病毒养性的 这一件产品 目前还在追查 它的一个来源跟 下游业者 是不是有其他的业者 有养到 如果查获有走私 违法输入肉品 可财数最高7年有期徒刑 并科罚近300万元 而中秋节就快要到了 国内却批评有越南月饼 验出非洲猪瘟 在台湾的越南人 难解相思之愁 干脆用台湾猪肉自己做 他那个那一摊 他卖的全部自己做的 你不用担心 肉的他全部买台湾的 不过其实越南月饼 跟台湾月饼外观相似 上面还印有中文字样 吃起来却大不同 完全不同 就是因为我们有那个 还有放一些 可能红葱头 酸头 里面有猪肉 然后猪肉均果类 综合均果类 甜月饼则是内馅差不多 外皮吃起来QQ的像麻糬 差异最大的是咸月饼 调味料也是偏越式风味 比起台湾要来的重口味 我们的吃起来很像那个烘饼 烘饼那个公园 有一家都排队离机 七月开里面是不是咸肉饼 对我们的肉饼有点像它 来台二十多年的越南业者说 虽然还是会想念家乡味 但台湾也能找到类似的味道 尤其敏感时期真的不要冒险 七月新鲁蔡松林在车里 蔡林台中云林蔡报道 这半路杀出陈咬金真的气炸了 加以有民众呢 上个周末到美食卖场要买东西 好不容易等到有一辆车要离开 结果这个车位呢 马上就被另外一辆车给抢走了 这个驾驶怒PO网说 现在大家都是这样停车吗 民众开车到大卖场 第一关得先找车位 绕啊绕 有人到车要离开 驾驶靠边停 准备停进去 突然杀出陈咬金 对象一辆深色轿车 一个急速转弯 卡进停车位 让原本想停车的驾驶超级无言 把行车记录器PO上网 说8月27日晚间 在嘉义市的美式卖场 他问大家 现在都这样停车的吗 因为我来得早嘛 就像这样 空旷 这种事情应该 这个时间不会发生啊 这位先生都平日出门采买 不需抢车位 但如果遇到跟PO网民众一样的遭遇 他说有的是时间 当然会很生气啊 就卡在那边啊 比啊 比看谁耗得久啊 就不熟啊 前往高雄美式卖场 有人不想假日 人挤人 选择周一来 平日上午接近出入口的车位 比较抢手 但是空位还有 人家满的是走 又不是说相机逛 白货公司一停就一整天 就让他停就好了 因为气也没有用啊 好不容易等到的停车位 如果眼睁睁都被抢走 大多数的人都是摸摸鼻子 多绕几圈找找 因为卖场的停车场 不算道路 报警也没用 下来争输赢 只是浪费时间 TVBS新闻 艾昭贤 嘉义高雄 综合报道 天气酷热 大台北地区 还有桃园呢 局部高温都在36度以上 不过从礼拜三开始呢 就要留意午后雷震雨了 天气方面的资讯 把时间交给允熙 观众朋友们 继续跟着我们来关心 天气的最新状态 其实今天跟昨天的天气 有一点点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气象局已经发布了 大雨特曝 是针对了台东还有恒春半岛 以及里岛的蓝雨跟绿岛 都发布了局部大雨 因为今天的对流比较旺盛一些 其实他们从早上就开始下了 而且这一路会下到晚上 所以要提醒大家要特别留意 而出了这些地方呢 还有哪里有可能会下雨的呢 其实昨天因为高压 影响我们台湾 整个环境都是比较稳定 而且非常炎热 但是今天呢 高压有稍稍减弱一些 所以可以看到 要在下午的时候 非常多的地区呢 都会有午后雷震雨 尤其在桃园以南 还有刚刚提到的 会下到明天的东南半 东南部这些地区 都是雨势会比较多一些的 但是除了下雨之外 还有高温警示要提醒大家 今天呢气象局还是针对了 双北还有桃园 是发布了橙色灯号的 所以在上半天天气都非常炎热 如果呢 大家还是会怕有午后雷震雨的话呢 就要带伞出门了 另外可以看到呢 其实今天高压位置就是有一点点不同了 它稍稍北移了一些 而且这边也带来一些云团 所以才会造成在南部地区 尤其在台东还有横春半岛 今天雨是会稍多的状况 但是呢 接下来就要进到九月份了 应该会有一些秋天的气息 但是呢 其实这个高压还是蛮靠近我们的 所以这几天呢 天气都会非常炎热 但是午后雷震雨在九月一号之后呢 就要提醒大家会稍多一些 尤其呢 在这两天其实可以看到 因为偏东风 所以呢 它带来非常多的水气 可以看到 今天呢 下半天 这个午后雷震雨就增加了 但是在九月一号之后呢 环境风场转吹东南风 因此这个午后的天气状况呢 都会稍稍不稳 冰一些 要提醒大家特别留意 好 礼拜三就要开学了 在过去国小新生都会返校的时候呢 由家长陪同到学校看座位 但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呢 大多都是采分流的方式 交给记者李怡婷 好 主播各位观众 记得现在新北市的江翠国小 那可以看到呢 旁边有一些家长以及小朋友 原因就是因为九月一号就要开学了 但是呢 现在最新的防疫规定是 在开学之后 家长和访客全部都不能够进到校园 所以很多小朋友呢 跟家长是今天 小一新生 第一次要来到学校 今天事先过来 熟悉环境 马上来看看现场的画面 这鞋可以回去先贴 这是她的名牌 这个名牌呢 就是可以让她缝在 这个衣服跟体育服上面 这个夹子 可以让她固定放在书包里面 好 来 这个夹子就给 给妈妈 好 再来就是 来 我提醒妈妈一下 开学日那天穿便服 挂了舞动名牌 然后9月2号礼拜四以后 因为我星期三那天会发展 好 可以听到呢 导师是在跟家长说明一些 开学之后的相关细节 那今天也可以发现 他们都是在校门 教室的门口外面 是没办法进到教室里面的 因为呢 教室在最近的这几天 全部都已经多次的消毒完毕 那所以家长呢 只能跟着小朋友 从外面看看说 我的位置大概在哪里 而校方呢 为了让这个人潮 因为今天就是返校过来看看 熟悉环境 为了让这个人潮可以分散呢 每一班现在是有分开 比如说一个时段 只能大概五个小朋友 五组的家长一起过来 这附近在一个小时之内 那所有的班级也会分成 两个时段 前半段呢 是单数号的班级 后半段是双数号的班级 就是希望说 能够在小朋友 能够安心又健康的开学 那校方也会尽力的做好准备 以上是校长的最近消息 把时间交到棚内 幼儿园也都陆续开学了 却有家长抱怨说 被园方通知 不允许小朋友 在园内脱下口罩刷牙 认为这种做法 矫枉过正 刷牙解牙这件事情 在幼儿园 它本来就是属于 生活教育很重要的一环 我们的做法 这个也是防疫里面 有规范跟建议的 就是用分流的概念 在后刷牙 有功利幼儿园 开始还是照做 毕竟口腔清洁 也习惯对小朋友来说很重要 防疫之下 规划分流 以一般30人分两组 轮流吃饭接着刷牙 三人一组到洗手台清洁后 老是跟着消毒一遍 避免飞沫残留 因为要分流 因为要分足 所以很多的事情 时间就会拖得比较久 以前我们的餐点 有可能是11点40 才会进餐 现在可能就变成11点20 就等个雏工那边 一致性的环环相扣 为了防疫 做起时间都得跟着变 就是希望脱口罩刷牙 还能维持幼儿安全 但根据目前防疫规定 除了用残河水 其余时间口罩不能脱 有家长抱怨 被园方通知 不允许准备牙刷 让幼童在园内刷牙 批评根本是交往过阵 所谓的都导式结牙 也就是保持距离下 幼童在座位上清洁 教育部也制定刷牙之印 规划让学生分批分流 或是取得家长共识 孩童在座位已开水漱口 已经提交会议审核 通过的话 最快本周实行 希望防疫之下 也能滚动式调整 TVB新闻 李安娜黄静英特别报道 奥运羽球 男双金牌 林阳配金门行程第二天 上午出席 纪念高粱酒 抽签记者会 结果是被主持人调侃说 好像在主持结婚典礼 金门行程第二天 林阳配王麒麟 李阳出席 纪念酒抽签记者会 这景象怎么有点粉红泡泡 我好像在主持结婚典礼 你愿意吗 毕竟从冬奥期间到现在 大家都在叫他们原地结婚 回家乡开个玩笑 虽然大家一看到林阳的脸 就知道是谁 但自我介绍还是要来一下 哈喽大家好 我是李阳 看得出来你是李阳 你不要说 哈喽大家好 我是王麒麟 大家好 我是王麒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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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在好 International 显得李阳 有够no more 逗得全场哈哈大笑 林阳配拿起最熟悉的羽球拍 这次不是比赛 台湾之光 林阳纪念酒抽签 5 3 2 1 王麒麟 李阳和金门县长 金酒董事长 把拍子插进前面装置 启动这次抽签 看看谁是纪念酒 三万六千名幸运得主 好已经抽出来了 哇 好好好 那我应该有在里面 我希望 连主持人都好想要 毕竟限量又是台湾之光 如此有意义的酒 但只有8月11号前设计金门满20岁的人 才有可能中签 李阳回家乡也帮李妈过生日 用现实动态记录下载金门的时光 如愿吃到广东周 这回光荣返乡被以英雄式对待 最好搭档王麒麟陪偷 谢谢乡亲们的支持以外 更要感受满满家乡味 TVB新闻 陈平桥 时云天金门采访报道 联雅的审查记录出炉了 不过专家认为 对病疫株的抗体保护力 还是不足的 将给吴轩彤 好 联雅疫苗未通过EUA 日前他们亲上火线 强调将整理疫苗抗Delta的病毒株 以及其他数据申请重审 并已于28号前完成送件 不过食药署今天公布了 联雅疫苗的EUA审查会议记录 其中多位专家认为 虽然联雅疫苗对Alpha和Delta变异株的 中和抗体及和平均效价下降幅度不大 但目前各国对多少倍数增减 尚未有一致看法 难推论具有Alpha和Delta变异株临床保护力 更有专家指出 联雅疫苗对武汉株抗体保护力已经不足 就算对变异株的抗体降低幅度不大 保护力仍然不够 针对T细胞免疫部分 专家则表示 申请资料中虽提供丰富的T细胞反应数据 但单以抗体效价或T细胞的反应来评判 疫苗保护力优劣 演知过早 以上是为您掌握资讯 有科学家发现了超级抗体可以有效的综合病毒 佳琪带我们了解 新冠肺炎疫情肆虐 不过现在似乎找到了一个新抗体 能够有效的来综合新冠病毒 是哪一个抗体呢 我们就对你来看到 其实它就是S2H97病毒 因为研究学者他们发现 从染疫的康复者当中 它的血清一共会分离出12种抗体 其中一个就是H2H97的超级抗体 发现它其实表现出很强的综合力 包含新冠病毒甚至是SARS病毒 南非巴西变异株 对他们来讲效果都相当的好 甚至他们还拿白老鼠做实验 分成两组 其中一组注射了S2H97 发现它的新冠病毒 竟然浓度下降了 那这是不是出现一点曙光了呢 我们就带你来看到的是 其实它现在有效综合病毒 又可以产生高度的防抗 因此台大的医师就认为 利用双抗体的结合 是不是可以降低免疫逃脱的比例 来对抗变异株的新方向 也露出了一道曙光 未来可以朝这边努力 而但你来看到的是 其实美国路易斯 华盛顿大学的医学院也发现了 像这个SARS-238的超级抗体 能够综合所有已知的变异株的病毒 也因此台大关系教授陈秀希 他就这样分析了 他说让次世代呢 有多价的疫苗 现在可以多做准备 那么现在是不是疫情 可以看到一丝曙光了 有专家质疑隔板的效果 再请佳琪说明 后天就是9月1号了 不少的学生就要开学了 不过在开学前 很多家长都忙着准备 像这样子的防疫隔板 因为就怕有飞摸传染 所以当然要背着隔板比较安心 但是专家就担心了 这样子的隔板恐怕还会造成 防疫上的破口 怎么说呢 我们就带你来看到的是 中山大学的气胶科学研究中心 他们认为 气胶传播是这一回 新冠肺炎的主要传染途径 那么一旦你用了隔板之后 反而会让空气悬浮 达到4个小时这样子的气胶 甚至传播距离超过2公尺 小颗粒的病毒 它的气胶呢 鼻烟采样是难以采到的 而且我们就带你来看到的是 其实中山大学的研究中心主任就说了 装隔板呢 其实对防疫一点帮助都没有 反而还可能让病毒聚集 他说呢 其中最要紧的 其实应该是口罩的密合度 跟改善通风 还有你在空调 也就是这些冷气上面 加装了空气滤镜系统 可能还比较有效 因为一旦隔板隔住的话 那么也许这一些飞沫 都会留在隔板上 反而增加忍疫风险 而自然通风 也是最重要的防疫条件 很多人都这么认为 包含了上市呢 有学者也认为使用儿童口罩 密合度比较好一点的话 其实就可以达到效果 教室的清洁 跟保持通风 才是最重要的部分 实体上课后 什么问题最受关注呢 再过两天就要开学了 但是不少的家长还是担心 小朋友在没有打疫苗的情况之下 要回到学校去 会不会造成染疫的风险 而其实现在进入到实体开学的阶段了 很多家长也有五大防疫烦恼 其实从网路的声量排行 就可以看得出来 其实第一名呢 还是学生没有疫苗 可以打他们没有保护力 那么像上学真的安全吗 再来就是如何 弱实校园防疫的政策 以及小朋友中午要吃学校的午餐 那么用餐时的飞沫传染风险 到底高不高 再来就是防疫价 跟出勤相关的制度 万一真的有人确诊了之后 要怎么样来做处理 还有班级确诊的停课标准 又是什么 这些都是家长们担心的问题 但我们带你看到的是 其实学生家长跟老师三个人 都有不同方面的烦恼 像学生就是社交困难这个部分 家长的担心 还有校园防疫 那么老师也会担心疫苗的施打顺序 因为他们现在如果没有疫苗打 进去校园之前 还得做快筛的证明 那我们就带你来看到的是 其实儿科医师就说了 你只要戴好口罩 勤洗手 保持社交距离 可以达到一定的防疫效果 而且如果家长打疫苗 对于小朋友而言 产生了包覆性的保护 而且现在五岁以下的儿童 他们会建议了 除了公废的13架肺炎练囚菌之外 建议在6到12个月自费再打一击 也许保护力的效果就会比较好 请订阅 按赞 分享TVBS News频道 要开启小铃铛哦 还有还有下载TVBS新闻手机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事 请订阅 转发官方 最后